按一下这个个人信息页面上的这个退出按钮可以退出登录 回到我们的项目 打开app.js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去添加一个方法 名字呢可以叫做removeJWT 在这个方法里面我们可以用一下WX的removeStorageSync 删除掉小程序里面的Storage里面的JWT这个数据 登录以后我们会去把得到的token数据放在这个JWT这个数据里面 退出的时候我们可以删除掉这个数据 然后我们可以再去重新的设置一下全局数据里面的这个JWT 让它等于一个空白的对象 再找到个人打页面的视图 在这个退出登录的按钮上面 我们可以去给它绑定一个tab使件 然后用一下ontablogoutbutton这个方法来处理一下 在下面这个登录按钮上面 我们可以再去给它绑定一个tab使件 使用一下页面上面的ontabloginbutton 这个方法来处理 然后到页面上我们可以去定义一下这两个视件处理方法 先添加一个ontablogoutbutton 在这个方法里面我们可以去用一下小程序里面的那个removeJWT 在页面的最上面我们可以先去把这个方法 从app里面拿出来用一下 然后在这个登出按钮的视件处理里面 我们去用一下removeJWT 登出以后我们可以重新的再去设置一下页面上显示的数据 用一下this的setdata 重新我们可以去把这个usernicename设置成一个空白的字符 再把useremail也把它设置成一个空白的字符 useravatar可以把它设置成一个空白的对象 usercaps也把它设置成一个空白的对象 下面再去定义一下这个登录按钮的视件处理方法 这个方法的名字呢是ontaploginbutton 在这个方法里面我们去用一下wxnavigate2 打开一个页面 页面的地址呢是pagesuserslogin 再到模拟器上面去试一下 打开这个个人大页面 按一下退出 这样会执行小程序里面的那个removeJWT 去清除掉stores里面的JWT里面的数据 同时我们设计了这个页面上面的数据 所以那页面会立即的做出反应 你可以看到之前显示的推出按钮 现在会变成一个登录按钮 刷新一下小程序 然后再打开这个个人大页面 这个页面上显示的仍然是用户的一个未登录的状态 点一下登录 可以打开这个登录的页面 输入用户名 还有密码 按一下登录 成功以后会返回这个个人大页面 页面上又会显示出用户的相关信息 再刷新一下小程序 然后再打开这个个人大页面 这个页面上仍然会显示 用户的登录的状态